謹慎的人是對的 因為他會想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講比較婉轉 怎麼講比較讓大家理解 但是他有時候真的就忘了 該做這件事 可是你看Tim Hook 他是不是也變成了 蘋果電腦的大老闆 所以沒有什麼叫做好與壞 而是剛剛好對了人 所以我剛剛講 賈博士這個人容不得別人插話 所以他找Tim Hook 兩個人是不是超和 他到最後你看賈博士死了以後 還交棒給庫克 所以庫克到現在為止 來 江聖書老師 怎麼只為命格的人 言盤都很謹慎 來 我們來從命盤看一下 其實你說言盤很謹慎的命盤 很簡單 有被告過 有被處罰 有被人家罵過 是不是開始就會謹慎了 對不對 所以人很多人說 我好羨慕 你為什麼那麼成熟 其實就是因為你碰過的壞人比較多 經歷過了 經歷過了 經歷過了當然就成熟了 對不對 可是命盤還是有一些是比較景言盛行的命盤 那是一種天性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天良 天 好 我們在座三位都沒有天良 沒有天良 沒天良 對不對 沒有天良 應該可以告嗎 沒有天良 這句話可以告嗎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沒有天良那兩個字 這樣也告不到 律師這句話講了二十年 網上已經很多了 要告嗎 不行 你們三個都沒有天良 好 這樣這句話也不行 好 吳老師在講這個命盤 命盤 這一定 如果是特別在其他影射的話 那可能就會 你很認真 我認真 一定要賺錢 我賺錢 要說一聽 有些人是 他沒有在講幽默感 他真的很認真 那也滿恐怖的 滿恐怖的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 哪些大老闆 基本上是沒天良 應該是有天良 各位知道 蘋果的大老闆 叫Tim Cook的 他這個人是有名的什麼 他開會的時候 可以連續十分鐘 講不出一句話 在幹嘛 所以你們知道 他以前跟賈博士 有多互補嗎 賈博士開會的時候 是不容許任何人插嘴 所以他會去找Tim Cook來上班 就是因為這個太好了 永遠不會插嘴 所以他都在幹嘛 Tim Cook最有名的 他很喜歡吃那個能量棒 能量棒 所以當他講不出話的時候 他在那邊等著他講話 他講不出來 他就在那邊撕能量棒 大家就會聽到 他撕能量棒的聲音 十分鐘 厲害吧 他是天良作命 對對對 那他講不出話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一直在想 應該怎麼講才對 怎麼講才好 不是開會之前就可以想好了嗎 沒有啊 他是想把話說 對 軟轉 不傷人 所以所謂的精準 就是他會去 你有時候會想 他是不是神遊物外 對啊 但是他就是這種人 可是 我也是天良作 你也是嘛 可是你看你在那邊做了十幾年 你是不是訓練才不一樣啊 我跟他擦著你脫口說說 好想罵他你知道嗎 但我真是忍住了 忍一下忍一下 修一下 錢省起來了 對 所以你不能怪他 他剛剛說你像什麼 青竹師還竹葉青 竹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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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因為他會想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講比較婉轉 怎麼講比較讓大家理解 但是他有時候真的就忘了 該做這件事 可是你看Tim Hook 他是不是也變成了 蘋果電腦的大老闆 你看 所以 沒有什麼叫做好與壞 而是剛剛好對了人 所以我剛剛講 賈博士這個人容不得別人插話 所以他找Tim Hook 兩個人是不是超和 就罵 他到最後你看 賈博士死了以後 還交棒給庫克 所以庫克到現在為止 各位有沒有看到 前兩天這個黃仁慧在簽名 簽在因為女生的 簽在胸罩 胸罩上面 這個有沒有公然無路罪 這個應該沒有 女生叫他簽的 你知道這個在美國 有多少人引起了一個話題 這話題是什麼 他說Tim Hook會做這件事嗎 庫克會做這件事嗎 庫克不會 庫克一定是躲起來 絕對不會做這件事 可是黃仁慧就 很開心地把它簽下去 黃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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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答 揮答黃仁慧 你看就跟他講 心口不一 我有太陽 好像是這樣 明明知道要講錯了對不對 好 所以 這樣子給你簽 不行 可以嗎 對啊 不行嗎 不是應該是女的 要去侮辱你的黃仁慧吧 對啊 我們到底可以簽還是不可以簽 不曉得 其實如果是女生 他主動要求的話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是他要求的 可是如果是你主動男生要去簽 那個你會構成性騷擾 比如說他叫你簽名 我的衣服上 然後你故意把它簽 這樣就不行 哪有那麼噁心的 對啊 人家明明要簽這邊 然後 哎呦 你怎麼 哎呦 怎麼會這樣 我的鼻子說 那一定是女生說 你幫我簽這裡 誰要簽這裡 對 所以跟我們的發覺 你看 大家都喜歡大老闆 像黃仁慧這樣對不對 結果這件事情反而 Tim Cook沒事都躺著中槍 在美國都在談 Tim Cook會不會這樣 Tim Cook會不會這樣 所以人真的是 你看他太陰了 陰柔了 所以就容易被人家笑 可是人家還是大老闆 對吧 這就是天的 好 有天良沒天良 知道差在哪裡了 有天良 再來是天積加上太陰 好 這兩顆心 三位仍然沒有 所以你們三個沒有基因 沒有基因 這可以夠嗎 沒有基因 天積太陰 沒有基因 OK 我沒有說你們基因不好 不一樣 好 天積太陰 所謂的三思而後行 這就是基因 所以天積的角度出發來講 就是說 我把美金的時候要想得清楚 不要落人把柄 你知道落人把柄有多嚴重 你知道 有的時候老闆叫你做 你做不做 明知道做了會犯罪 我講一個 你的孫子的故事 慈禧太后 我這孫子 他抓起來 說這 八國聯軍的時候 東郊名相 那個外交在那邊對不對 義和團怎麼會打不下來 打很多天都打不下來 然後說用大炮轟 一定要把他轟死為止 很生氣 有一個大官叫榮露的 是個帥哥 是個榮露 榮露說 你管大炮的給我轟 大炮說你要給我下紙條子 要不然到時候誰負責 榮露死也不下條子 為什麼 下了是不是要負責任 結果榮露講的句超有智慧的話 他說你儘管打 那一公聽得見就好 聽得見炮聲就好 所以那個炮永遠打不到東郊名相 如果真的打了死的那些外交官 那就事情更大了對不對 是 所以還是有很多清醒的人 可這些人就要想辦法 不落把柄 對 所以榮露是不是很聰明 狗做官 所以才能做大官 注意很多大官都是不落把柄 就做白郎戲 所以這個叫什麼 天機太陰 有的時候叫陰謀 或者陰柔 再來 天同心 天同這一顆心 相對來看 它思考的角度是什麼 它比較難去拒絕別人 所以當今天聽到意見不同的時候 他也不想要去表達出來 為什麼 他會覺得我幹嘛去得罪一個人 我就等著不要說話就好 所以當天同的時候 如果他會覺得說 我不想 我不喜歡拒絕別人 因為我發覺拒絕別人 很容易在我們兩個的心頭 都留下陰影 這陰影可能是一輩子的 那連朋友都做不了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就在想 這三個言談很謹慎的心 是不是相對跟人家就不容易交心 容易交心的都是要像這種沒天涼的 比較容易熱情 積極 然後用古文 對不對 沒天涼 所以注意這三款 以前為什麼叫積月同樑做立人 原業在這裡 積天積嘛 月就是太陰 太陰就是月亮 積月同樑 這就是一個格局 以前就會稱為做立人 立人就是什麼 乖乖啊 辦事情 比較不是像那種大將的格局 難怪你他沒有 對 所以各位就要了解 這就是天性 有歷史說 你有看過大學生之間的 對 不良玩笑 對 讓你心生憂慮 我那個客戶是媽媽來找我 他說他的兒子被人家告了 那我問他什麼事情 他說因為 他們系上 就同系的班上 同學有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怪一點的 他很喜歡 模仿漫畫的那種角色 有沒有 做白什麼姿勢啊 Cosplay 對 我喜歡Cosplay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他常常會去 有點像是吵弄他這樣子 結果他的名字剛好 什麼什麼 錐 他有個木字旁的錐 所以大家那個同學 就叫他什麼 叫他錐子 錐子 錐子其實在客家的話 裡面是笨蛋的意思 所以他就一直一直在 怎麼 大家就 同學就是 從我那當生開始叫起 所以大家就一直叫他錐子 錐子 那可能因為 後來大事了嘛 對不對 大事之後其實大家知道 大事客比較少 等於說 他就比較沒有聚在一起 所以沒有聚在一起 這種那個怪怪的同學 他就覺得說 他好像是不是 因為沒有聚在一起 但同學也沒找他 他就沒有被關注的感覺 所以他就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 大家都在笑我 覺得我是笨蛋 所以不來找我玩 所以他就 他就跟他媽媽講這件事情 他媽媽就很生氣 就說他被 就等於說 好像自己兒子在學校 被人家霸凌的那種感覺 就去告我這個當事 其實我問他說 為什麼叫他 剛好名字有個錐子 他就叫他錐子 其實我不認為他是故意要去 要去說真的是 我有問他說 你是客家人 他不是客家人 所以他也不知道說 錐子是什麼意思 對 他不知道什麼意思 結果他就是一直叫 叫人之後 他就被告了 因為他就覺得說 那個同學就覺得說 你在罵我 而且在同學之間 群組裡面也都是光明正這樣 這樣子罵我 甚至裡面的代號 因為他同學會建立群組 裡面大家直接就叫他嘴子 嘴子什麼今天在幹嘛 就說好好笑什麼什麼的 就被告了 告了之後開庭之後 其實我們就講完他講 就是說其實他只是一個 他不是真的要去罵他 他也不知道說這個真的是 在客家化裡面代表什麼意思 就這樣跟他講 講完之後其實 講官也說 對啦 可能同學之間 他真的也不懂 那個同學其實 我認為他只是想要受關注 他其實想受關注 只是後來覺得 大家沒有那麼關注他了 他就覺得是不是 就開始隱色就是 就是說是不是因為 你取笑我 我在同學裡面真的 把我形象受到這個笨蛋 所以沒人要來找我玩的 就是這樣子 其實後來跟講官講說 那個同學跟那個 跟那個怪怪的就跟他道歉 跟同學道歉 所以那個媽媽就還好 就不太追究了 就當天我們就有撤告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這有時候 也是無心之過 所以有時候 我就是跟觀眾朋友講 就是說我們常講 你的無心之過 雖然說你在 你沒有那個犯罪的意圖 可是你在客觀的事實上 就是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講的公然無助罪 其實有時候 它是有刑事責任的 刑事責任之外 你還有一些民事上面 你還是要賠償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現在很喜歡 大家很喜歡告 精神撫慰金 有沒有 像這種啊 你公然無入 其實坦白講 它造成你什麼樣實質的傷害 其實比較少 大家都會去告訴我 因為我這樣子 你的霸凌我 你的言語上面霸凌我 我開始要去看精神科 開始要去心理諮商 就開始把這個錢 一直墊上去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看那個家務表 其實慢慢來講 坦白講 真的會有 那個金額會有拉高的趨勢 就是雖然說案件現在很多 大部分也不容易成立 可是一旦成立之後 它那個金額其實慢慢會往上拉 這樣告的人已經很多了 其實告還是需要成本 這樣告人家 對啊 所以御醫師很開心啊 都要找他啊 所以要唸古文這樣我就不開心了 這樣沒事 他沒得告 對啊 沒得賺 對 所以人家常在說什麼 飯可以亂吃 外面可以亂說 現在好好的修一下口德